要再来看到永和区名声里的领长 兼任守望相助队的队长徐焕兰 在领长的推荐之下 今年是获得永和区表扬为模范父亲 徐焕兰说他对孩子们的教养 他不会刻意去规范 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心来学习 另外徐爸爸对于里内事务的用心 从他担任多年的领长 和守望相助队的队长就可以知道 顶着烈日永和区名声里领长 兼任守望相助队队长徐焕兰 和巡守队员利用时间在里内巡守 发挥最好的嚇阻效果 徐焕兰年轻的时候从苗栗到永和来打拼 从事木工装潢业 全新打拼都是为了家人 有关他的教育理念很简单 做父亲的永远都会给孩子们最好的一切 只要是孩子开心 自由发挥就好了 你也不要说他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不用 我认为考试你一般就OK的 也不必说考很高的分数不用 你出去玩就出去玩 要什么都可以 我的范围是相当的相当有弹性 不会像是很激素一定要考试一百分 没有这种事情 回来打电动玩具 我买最好的电动玩具跟你玩 我到日本去买电动玩具跟你玩 真的 当时的电动玩具最贵的就是日本的 我都买给你玩 我让你小孩子玩也可以 休息什么都要好 我不认为说读书要好 那才是一个好孩子 在我观念里面就是这样的掌握 他都很认真 就是说对家庭很负责 而且对小孩子的教育也是 很注意小孩子的行为 各个方面都很注重 就这样 那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的吗 就辛苦他了 就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孩子眼中的好爸爸 妻子眼中的好丈夫 当然还是社区里最负责任 最热情付出的好邻居 不管是担任领长的职务 还是社区守望相助的队长 都获得大家一百分的称赞 我们的领长 也是我们新手队的队长 那非常的静止 那对我们里内 也很帮助 推动任何的公务 也都很帮忙 那对母亲也非常的孝顺 那母亲亲人才过是一百岁 我真的亏不敢当 全真的亏不敢当 要是我们兄弟来讲 每个都跟我差不多一样 我们在座的姐妹 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我认为这是亏不敢当 真的很惭愧 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是 一样的东西 过去徐焕兰的得奖记录 还包括了模范劳工 以及守望相助 对地方治安的贡献 今年在荣获模范父亲的表扬 就像是她说的 只要开心 做任何事都快乐 都会做到最好 中嘉新北新闻 永和采访报道 中嘉新北新闻